四串资料取代 意思说我要把某一个四串 就是取代之后再写回去 就是这一题 906多一个 如何取代 把某一个资料改变 然后改变之后写回去 所以写回去的话呢 这个是before before的话是这样子 那act是这样子 其实就插一个单子 这边一个pen 把它改成这个sneakers 就是这个单子改成这个单子 OK就完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再来demo看看 大家跟他讲一下 所以也许第一步 你们要先在这边 按右键 一样拥有个什么 拥有个fine 那fine名称就是叫做data.dst 里面就放这一串子 这一串子是在云端 就是for这个 你就把for这一段 接到这里面来就OK了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这个档 这个单子 我要把它取代之后写回去 就是意思说 有点像我们写一个取代的一个程式 我demo给各位看 所以执行完后 他会拟三个问题 这个题 有时候没有提示 反而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会有三个input 哪三个input 第一 input就是你要修改的档案的名单 第二个是你要把那个档案里面哪一个字 取代成什么字 所以基本上我run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 这样我就给他三个讯息 那三个讯息呢 就是 没有提供的 就是这个档 把这个档案里面的这个pen 改成这个sneaker 然后呢 就直接怎么样 把它我先把直接输入 按enter之后哦 目前可以看到 里面data里面的东西啊 这个是pen 没有变 对不对 如果把它run完之后 我希望能够把它做改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改之前 这个apt before 其实就是不一样哦 那看一下 这里面data有变动 其实打开之后 有没有 pen呢 就被改成sneaker 懂我的意思啊 刚刚在变魔术 把这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 OK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哦 它其实螺串很简单 第一个的话呢 它其实就叫三个input 所以三个input 第一个input 反正就是哪一个档案的名称 第二个input呢 就是你要把哪一个字 pen 转成这个sneaker OK哦 然后再的话就print了一个什么 print了一个 一串 before 有没有 在这个取代之前 哦 reprint 然后呢 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 做档案读取 所以f等于open open什么呢 open 用r模式啊 不过别注意哦 后面我加一个 开启那个 这个形态哦 就是 特别说 因为题目里面有特别强调 说你一定要utf8去做 utf8编码 所以呢 encoding哦 后面这个东西哦 如果它有特别强调 那你就要加这个 encoding 等于utf8 encoding 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 这边加一个utf1-8 OK哦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编码方式 给它一下 encoding 编码方式 那它读的话呢 就会用utf8的方式去读取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一题比较特殊就是 请各位一定要用什么呢 用read 不能用read lice 因为它其实这里面的话 有两行 那如果说你用read lice它变成一个串列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要读里面的所有资料 所以应该我刚刚有讲过 read all 所有读进来 放哪里呢 放s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里面的这个字取代哦 所以只要针对这个字串的这个字取代的话 其实最关键的话 你要用一个函数叫replace 其实这个replace在VBA在Excel也都有 而且用法几乎也是一模一样 怎么用呢 读到s里面 你可以用先把这个print 把这个里面知道先print 所以这个print就这一些 然后再after 所以在print这个after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它replace replace什么replace 其实很简单哦 就是你s等于 把s点什么呢 replace 它这边没有显示 replace ace 这可能要记一下 刮弧 然后前面的话 跟它讲说 把哪一个s1 取代成哪一个s2 这样就ok了 那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里面的这个pen 转成这个snickers 然后呢 最后记得哦 所以这个s里面已经被改成snickers 但最后还有一个关键哦 你必须把这个data里面的这个写回去嘛 因为原来是pen哦 你要怎么样 把它盖过去哦 所以最后有一个关键地方就是 如何把档案写回去 所以replace哦 这边其实这一题 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前面没讲到的 怎么样把档案哦 把它存回去 把它写回去哦 那写回去的话 其实跟开档有点像 我们开档是这样子 那写档的话 其实我前面讲过 只要把这个改成什么 w就好了 写档 但是我的习惯是这样 写档的话 就是底下 其实这两行就ok了 我把这个print 把这个print到底下 啊写档的话 其实就这两行 怎么写哦 基本上 我会用这一个 这一行来改好了 那改哪些地方呢 特别之后 我把那个物件名称改成fw好了 上面是f啦 下面是f 这个我自己的习惯写法 然后只要改这边加一个w 那写的话 就是说 我先写到哪里 跟他讲 所以这个是写出去哦 写出去到一样的位置 data 因为input是data.txt 然后写出去 最后要怎么写到那个档案里面去啊 这意思就是说 先建一个空的档案 所以呢 你这个时候 建一个data.txt 这个时候已经清空了 里面已经没有了 啊 再来你就怎么 用fw这个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write write嘛 刮糊 然后做什么呢 把s放进来 那因为这个时候 s已经被取代了 所以你把它write出去的话 那最后看到的档案 应该是被取代的结果了 ok 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完成 我看一下 这个时候还没取代 我再rown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取代的是 那个data的这个档案 所以这边的话呢 总共会 在这里 ok 就是这个档案 把这个的名称 取代成这一个 最后把它 enter一下 看到是有 但是最关键的地方 看一下这个档案 有没有被变更 也有被变更 那表示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一题 其实没有前一题这么复杂 但是 可能就是多学了 如何去把档案怎么样 replace之后 再把它写出去 的方法 ok 那我也把这个 一样最后完成的那个程式 云端上也有一份 所以你们也可以 试着做做看 来画面最后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f 这个 W多一个写出去的动作 这个是906 如何取代 取代 所以这有点像是 加上如果你有大量的 资料 多大量的档案 你要做取代的话 比如说你不希望说 假设哪一个 档案里面的某一个 也许什么 你们内部的董事长 或总经理都换人了 那你当然要一个一个把它修改 那以后的话 你是不是就是用取代 而且取代不是取代某一个档而已 是取代非常多个档 那你就可以把那个档 一个一个开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做取代 这样批示 就可以一下子做完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那个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